利用法庭、利用司法 來打壓弱弱勢社會 這個當然包括我們今天被告的民間電台 我亦都想提到 用同一個手法 香港特區政府 亦都在打壓保票行政委員會 這個問題 很明顯支持出 他們的病人 他想打壓的不是直指民間電台 不是保釣 而是香港的司法制度 它能夠利用到香港的法庭 當然會盡量利用 這個正如剛才所說 就看看我們能否緊守這個關口 因為這個是我們最後的一關 希望大家香港的市民 和我們一樣出來 維護我們香港司法制度 正如我們今天在 我們是維護司法制度 我們尊重司法制度 我們只是對一些惡法 提出我們的控訴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收聽我們民間電台